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咱们说到江南才子茂碧江 就在崇祯十五年春天的时候 颠巴颠巴的跑到苏州的桃花屋 却会秦怀明灵,沉远远 这次见面 他不是这个情侣之间简单的相聚那么简单 他还有另一层意思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茂碧江就要向这班主交钱熟人了 那熟人是什么意思 这不明摆着吗 这茂碧江又娶陈远远 要说到这事 崇祯十四年的秋天 这二位就商量好了 可是谁想到 这茂爷回家省亲呢 一去就没有回来 那惹定是被家中的事办住了 不用猜 那要是家中反对的话 十五年的春天他也回不来 这些事不是我瞎编的 这茂爷有本书 叫《梅影安一语》 这里边记载着他和陈远远 以及后来他的妻子 当然了 有人纠正我说呀 那是小妾 甭管是妻是妾了 总归后来人家成了一家子了 谁呀 就是著名的秦怀八雁之首 董小婉 他与这二人之间的感情纠和呀 这本书里呀 写的还算清楚 我想这茂爷呀 他是个性情中人 他不会自己给自己编好些个与风尘女子的花花事 刻书出版流传后人 茂碧江兴冲冲的来到了桃花屋 谁想到得着的消息呀 真好似是当头一棒啊 这茂爷差点就轰过去 什么消息呀 这戏班里得管事的 就和这茂碧江说了 公子公子您来晚了呀 就在十天以前 我们家绝被人强行买走赎身 带进京城了 这茂碧江说谁呀这是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还能把大活人强行买走吗 啊可说呢 人家势力大咱们惹不起呀 您知道是谁呀 当朝贵妃田秀英的爹 仅一位指挥使 田红玉 咱还别说别的 锦衣卫您崴不得了吗 您惹得起吗 这茂碧江听完之后 也只有是暗气暗憋 连声的叹气 是频频的摇头啊 那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的事呢 要说这田红玉呀 他是路过苏州准备回京 那他干嘛去了 他干嘛去了呀 他去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道场啊 去许愿去了 只因为呀 他那个好闺女 宫里边的贵妃田秀英 这会儿啊 病了 并且病得很重 现在呀 已然是医药往下了 这田府上下呀 就只剩下拜佛烧香 求神求香了 好家伙子嘞 从北京城跑到南海普陀山 去拜佛烧香去 要是这爹呀 那可是够疼这闺女的了 可是说呀 这话两说着 咱们首先呢 不能质疑 因为父亲对自己女儿的疼爱 但是你要说这田红玉 就是疼爱自己闺女田秀英 这么简单吗 其实啊 也不然 这贵妃娘娘啊 俨然成了这田家的靠山 保护伞 摇钱树了 万一这贵妃娘娘在宫里边啊 撒手人寰 轰了事 那这田红玉 包括田氏一门 这仕途就完了呀 于是啊 这田红玉就想了 他一定啊 要找个替补队员 把他送进宫里 讨得这大明司宗皇帝 崇祯的欢心 自己这一门在宫里啊 也算是继续有了依靠 哎 就在求佛回来的路上 路过苏州 他可就看上这陈媛媛了 没用拍桌的瞪眼 当地官员和这戏班的管事呢 就已经下堆了 连哄带劝呢 就让陈媛媛呀 从了他的意了 您想想啊 这媛媛她再是江南明灵 她也只是个弱女子 这从古至今 哪朝哪代 也得在强权下边低头 并且呢 听说进京之后啊 是送去宫中服侍天子 这样呢 在另一方面来说呀 也能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夙愿 于是就在崇祯十五年 这陈媛媛被打败一番以后 被送进了宫中 这媛媛呀 心里呀 肯定是这么想的 那别人能做贵妃 我亦作德 别人能做娘娘啊 武亦作德 我呀 总比那些 只有容貌的普通女子 要强得多 你说啊 这无论是吹的拉的弹的敲的 歌的舞的伴的唱的 我是样样精通啊 跟着高兴的 还有田红玉 这田红玉心里啊 就更敞了了 他说呀 这我这闺女病着 就让她安心养病吧 这下啊 我把我这干闺女送进去了 皇上一高兴 她一得宠 那我不是又齐了吗 弄不好啊 这锦衣卫都指挥使啊 就是我田某人的路 可是一转眼 他俩月过去了 没阴心 这下这田红玉也算是纳了闷了 这皇上也是 好呢 您就说好 不好 您就说不好 这没信了 是怎么个意思 他纳闷啊 陈玉安也纳闷呢 进德宫来啊 就给安排了一处小院住去了 天天啊 吃喝倒是不次 见不着人啊 您还别说皇上了 太监也没见着几个呀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您想想啊 崇祯十五年 这崇祯皇帝 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能臣干臣啊 都杀得差不灵了 上去的一帮啊 全是像田红玉这样的拍马屁之流 闯贼陷贼 西北作乱 北边就有蒙古鸭子虎视眈眈 哎 最可恨的就是这关外呀 东北呀 反了后金 哎 现在人家呀 已然称帝了 叫了大清国了 个顶个儿虎视眈眈 盯着我的大明江山啊 大明王朝啊 岌岌可畏 如雷卵一般 王朝这座大厦呀 时刻有轻浮之危险 这崇祯皇帝忙的 一个人已经当了十六个人使了 您说 他哪有闲心 哪有功夫 去接近女色 听着清金小曲啊 等过了俩月 他想起来陈圆圆之后啊 也觉得无趣 没有什么兴趣 于是就对手下说 干脆呀 还是让他回到田府吧 一架绿泥小叫 又把这圆圆呀 抬回了田府 这田红玉一看 哎呀 我这算盘算白打了 这是要赔的节奏啊 没办法呀 于是就让圆圆呀 先住在了自己的府里 这会儿的大明朝啊 他确实到了危机时刻 尤其是辽东 那片黑土地呀 好像成了明代将领的一出梦魇 没本事的将军到了那儿啊 白天县 有本事的将军到了那儿啊 犯晕头 李成良 熊廷弼 毛文龙 袁崇焕 祖大寿 红成仇 没有一个在那儿讨着便宜 落着实惠的 死走逃亡 没有一个啊 能全身而退 那可说的嘞 这关宁锦防县 他没有个领兵的将领也不行啊 于是啊 他挫在里拔将军 想起一家人来 谁家人 吴湘他们家 要说吴家现在啊 那是父子两辈子将军 这吴湘虽然退休在家 但是他还有个儿子 叫乌桑贵 吴湘这个人啊 当了一辈子将军了 不过要说起来啊 评价他呢 就是这么一句话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这人性啊 还挺刺的 崇祯四年的大灵河之战啊 咱们说过 就是那次啊 直接导致了孔恶德耿仲明 反了山东那次战争 吴湘啊 那会儿啊 也带着一支队伍 从上海关 滴滴滴滴 跑到大灵河城啊 去驻战解围去了 为什么他着急去呀 因为呀 这大灵河的首将啊 是他的二大舅哥 谁呀 祖的兽 他们家和这宁远城的祖的呀 是殷亲 换句话说呀 这祖大兽 是这乌桑贵的亲二舅 要说这城里被围困的 那是至亲骨肉啊 这吴湘啊 应该是鼎力救援 谁想啊 只跟清军建了一次仗 就全军溃退 您猜这吴湘本人怎么着呀 他一看打不过人家呀 也不管自己手下的兵势了 脚底下抹油 得烟颠 跑了 可是啊 他的儿子 吴三桂啊 不一样 算起来这吴三桂啊 应该是个有本事的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咱们知道 中国古代这些将军们啊 都互相连着殷亲 互相维持 互相提拔 这吴三桂的升迁啊 虽然也得靠着自个爹 自个老了家的势力 但是这吴三桂 可是无举人出身 这玩意儿做不了弊啊 这宫马骑射 什么开应宫啊 举大刀啊 这得是实大师的本事 不是说说听听 凭自个儿有个好爹好舅舅 就过得了的 在这之前呀 这吴三桂 是宁远城的团练指挥使 这官不大 相当于民兵的头领 皇上一重用他们家呢 就把这吴三桂升职了 就在崇祯十二年 那一年这吴三桂 正式被晋升成为 宁远城的团练总兵 手里头不但掌握着 官军民兵 还有一支 官宁铁骑 可您知道 这年的吴三桂才多大呀 二十七岁 那真可谓是少年有为呀 他殿吴乡啊 在北京城也被重新启用 被朝廷啊 聘为顾问 一同啊协防京城 参知一下西北军务 呃什么脚闯 脚县呢 出点主意 现点计策什么的 有一天散潮以后啊 这田鸿玉啊 看见了回京树职的乌三桂 一拍脑门啊 这老小子算是记上心来 于是回到家中啊 赶紧叫人去请乌三桂 是过府饮宴 这乌三桂呢 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啊 一想 去就去吧 人家好心好意的 请我喝酒 我干嘛要摆架子呢 一到田府之后啊 一看人家酒宴都摆下了 这二人护迁几句啊 就举杯畅饮 饮霸歌斩 这田鸿玉啊 就笑么字的 跟着乌三桂说了 云府上有一爱女 名为貂蝉 年方二八 早目温侯大名 今日温侯过府饮宴 如若不弃是愿与温侯把斩 话音刚落 只听屏风之后 环佩叮当 闪出一名女子 温侯文圣抬头观看 只倒吸一口凉气 惊叹道 天下真有如此奇女子 只见她粉黛玉蓉 零花面 面桃花三月仙 仙红点点樱桃口 口内玉米银牙寒 寒情一双秋波眼 眼塞银杏眉眉眸弯 弯眉好象江心月 月寒朱丹四春山 山峰峻岭白鱼柱 柱刺三根鼻胆悬 悬挂金灵锤双耳 耳带八宝紫金穿 穿成梅花勒发际 既带一根白玉簪 三条珍珠好几串 串串都把灵脚穿 身穿披霞鹰阁绿 绿罗公裙是翠花衫 山下罗衫叶白褶 褶寒玉腕食指尖 尖尖食指相串带 带的相串色齐全 全凭着八腹罗裙夜白褶 褶下微露 小金莲 连乘着杨柳细腰软 软切切满脸 带笑颜 这真是好一个绝色的 女蝉娟 那位说你说这是 乌三贵陈圆圆吗 不不不不 这是吕布系貂蝉 说到这乌三贵过府饮酒啊 我就想起吕布小燕来了 总之都是一个意思 这王宇拉拢吕布啊 是为了让他除掉董卓 田红玉亲近乌三贵 那无非是一旦战师四起啊 好给自己找一个靠山 乌三贵什么人 一下子就明白了田红玉的意思 于是这三贵说呀 今生我若能与圆圆得配姻缘 那么京中一旦有了战士 那田大人一家呢 自然有我吴某是一手保全 这田红玉啊更是痛快 一句话这大媚女啊归你了 这圆圆尽德经来 虽然没能留在宫中 但是啊如今 遇到了乌三贵这样的 年轻有为的将军 也算是身有所欺啊 心有所属 有的说法啊 是说这乌三贵 和这陈圆圆没缠绵几天 就因为军务繁忙 赶到了宁锦前线 可是啊我这儿 另有一份资料 来自于啊这山海关的总兵府 这山海关总兵府啊 曾有个记录 说宁元总兵乌桑贵 曾经携夫人行事 到山海关总兵府 是过府饮宴 那么这说的行事啊 必然就是陈圆圆了 也就是说这乌三贵啊 曾经冒着犯军令的危险 把陈圆圆啊带到过军中 关于哪种说法是对的 咱也不讨论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惹定的 出事那天 这陈圆圆呀 肯定是在北京城呢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闯贼攻陷北京 大明司宗皇帝崇祯 眉山自义 要说明朝这帮官啊 那是真有骨气 司宗皇帝之骨未寒 这帮人啊 就赛群俩一伙的 投降了离闯 远在山海关的乌三贵 也不例外 他也派了使者 与闯逆接洽商令 投降一事 这其中啊 乌三贵还有很多故事 不过呀 咱们得等到啊 乌三贵那班的时候再聊 为什么呀 谁让今天这主角的不是他呢 这个时候啊 从北京传来了消息 说大帅 这李自成在北京城脚响啊 把老爷抓了 并且还给打了 这乌三贵说 误会 等我回到北京之后啊 他必然得给我道歉 又有消息从北京传来啊 说呀咱们家的万贯家资 被李自成以脚响为名 清脚没收了 这乌三贵一听啊 说误会误会 等我回到北京啊 他肯定就把钱呢 又还给咱们了 可是呢 他往往啊 福双至 他祸不单行 这会儿啊 从北京的奏报 他又来了 说大帅大帅 可了不得了 您那个小妾 陈媛媛呀 被李自成手下一员大将 叫刘宗敏 裸去府中 强行拜堂 他成了亲了 这乌三贵一听啊 撑就站起来了 怒喝道 大丈夫生天地间 不能保全一女子 有何面目间世人 传令六军 与大明司宗皇帝 川孝咱们要杀回北京 抢媳妇 不但他杀回了北京啊 他还县官投诚 请来了官外的清军 和这八旗兵一道啊 杀回了北京城 咱们这故事啊 按说到这就应该结束了 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种传说呀 说这陈媛媛 听说这乌三贵啊 冲官一怒为红年 引清兵入关 杀回了北京 一是承受不了 红颜祸水的压力 这二呢 是感念乌三贵 对自己用情之真 三呢 是痛恨刘宗敏 强行霸占了自己 这媛媛呀 在恼羞愧怒之下 投井自尽了 当然了 也有很多传说 说这个陈媛媛 最后随乌三贵 到了云南 但是啊 过得很不快乐 因为乌三贵 绝封平夕王的时候 这陈媛媛已然三十大几了 那很明显呀 是年老色衰 据说在云南平夕王府 后宫当中啊 有嫔妃千人 最著名的 当然就是什么 四面观音 八面观音 莲儿 等等等等 即便说陈媛媛在活着 活得自然 也不痛快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呀 他出家了 现在呀 还有一种不靠谱的说法 说在这个贵州大山里啊 找到了这个陈媛媛的坟 说是他呀 带着这乌三贵的后人 引顿贵州山区 哎呀 这就更扯淡了 证据没见有多靠谱啊 倒是捧红了一个网红村 听说呀 借着乌三贵 陈媛媛的光 靠旅游 挣得倒是个拨满盆满 咱们这部书啊 也就不再深挖下去了 再挖也没有意思 我是负责给您讲 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